大家好,我們現在繼續跟蕭生聊聊一些跟香港有關的國際經濟的新熱點 最新的一篇報導,大家看完之後也有些惡然 香港的國際IPO的排名最新又跌了兩位,現在就排在印度和印尼之後 平時大家習慣了排在納斯達克之後那些就OK了,印度和印尼 現在究竟是去到什麼情況呢? 其實是極度惡劣的,剛剛這兩天才有四大行之一 就調整了他的預測,因為通常這些大型IPO當然是四大行做了 所以他們預先接到什麼job呢?他們知道的嘛 今年排隊上市,九個月之前已經穩定審計師了 春光水雷鴨才知道,他們一定知道 他們修訂了上市總額的預測是跌七成,即是千多億的集資 變成全年2023年可能只有五百億的集資 那你死定了,但是跌七成 所以排名不論是上市的中數也好,上市的集資額也好 你怎麼算都是縮水縮七成,就這麼簡單,其實沒有話可說的 另外其他的國家跑得很快,各自有原因的 如果你看到幾年前香港不再排第一,那個集資總額來計算 有一點點,你甚至可以說回去上一篇 你所謂servation的家科 因為當時有人說了調動社會的流動資金去支持你實體經濟增長 於是很有趣的,就不是政府出錢,但是政府出政策就搞多了很多上市渠道出來 例如說你除了這個上海和深圳主版,又搞多了一個所謂創科版出來 就跟美國那個所謂上市審批,就不再用批准的方式來做 而是用登記方式來做,就像OTC和NASDAQ那樣 你Disclosure就可以了,沒有所謂審批不審,就避案了,避案就上市了 總之是律師會議員說是齊了的,申請上市又集資的,那就發財了,對不對? 所以每次上市國內,你的錢可能會出來嘛,就這麼簡單 國內可以上市又可以炒的,有得炒的,如果給你炒,不論質素也好 總之給你炒,炒了如果有什麼不行的,你自負盈規啦 所以那一兩年,中國忽然之間是井噴息的增長 中國IPO突然走得很快 上海、深圳就已經爬了香港那個頭,就變成了世界頭五名 集資額最大的上市市場 香港已經面對一個很大的所謂定位危機 就是以前作為中國對外的融資窗口 忽然之間上海和深圳就截了你國內那條龍 最好賺的就是國內上市,國內上市 然後有一些真的需要國際渠道的先來香港上市 兩極化,因為最大的就是最小的 最大的就是國家隊,最漂亮的就是香港上市 因為他們吸納的就不是人民幣的集資額 國內上市是集人民幣,就不需要在唐宇 最棒的就是國家隊出來在香港上市,就是吸國際資金 做國際投資平台,大量的外匯就越遠不絕回中國 所以當時的膨脹,你可以說他很開心 不得了 問題就是已經影響了香港的定位 你是不是中國的國際融資中心 而三年疫症下來,更加是棺材下跌,更加到口釘 然後中美關係繼續惡化 如果香港要找國際資金來香港買中國的貨 你代理人就找不到客人,你可以怎樣做 所以他們的萎縮也好,其實很正常的一件事 因為我先前已經說過,但大家可以回去看看交易所 每幾年就會有一些分析報告出來 但每年都有一個NU Report 你看香港交易所每年的NU Report 你就可以看到其實香港的定位真的寫得很清楚 絕大部分香港上市的公司都是中國的企業 或者在做中國生意賺中國錢的企業 來香港上市的目的就是要融通世界投資者的外匯 經香港投入中國實體經濟增長 想起來的角色是非常清楚 如果說美資、歐資、日資和中國關係不好 而香港又不再想著和別人這麼朋友 別人不來買股票,自然就萎縮了 所以也可以說很客觀地解釋 為什麼四大會計思行春光水烈鴨才知道 看著手頭上IPO工作排期 排到現在就出個判斷 今年你都應該會縮水縮七成 那你說排名去到第八才算 可能明年連頭十都不進 所以這件事是不能怪人的 只是說自己無所謂 這些有幾個問題想請教一下 首先香港現在 很久不久就是紅塗大計 要吸引過來上市 除了剛才的國家隊之外 例如說前一陣子去沙特 又想陷他們過來 諸如此類的事情 你覺得有沒有任何可能的城市 有可能有 實際就沒有 沙特你也去過 你也問過 親自問過 其實他們當時就是想發展自己本土的金融中心 因為他們作為中東和非洲的金融中心 他們的定位是很好的 所以他當時主要是希望吸不密 其實他不缺錢 老實說 他就不想糖水煮糖魚 我記得他們說過這句話 最後沙特亞美就放在利亞德上市 變成全球排名頭十位 問題就是他希望做好自己的金融基建 真的有實體經濟要做 你也知道他國家正在轉型 年青人要找出路 你要後石由經濟 其實他還在找馬斯克做電動車 老實說 他就希望有一個金融基建 支持他實體經濟發展 很合邏輯的一件事 所以他錢多也好 你氣他投資來香港是不合理的 是不合理的 因為以前沙特的資金 用鬼自己出手嗎 全部給了基金經理 我都接待過他們去國內觀光 看項目也好 有時候會有一個沙特的經濟顧問 跟團一起出發 但是前面一群都是華爾街的大惡 要不要自己動手 花旗銀行都買了 要不要自己動手 所以人家已經有錢到有了代理人 全球幫他打息了 你現在才走過去沙特 叫人家給面子派對 我不會說不給面子 實際上操作 投擔方一定不關你的事 具體的盈利和增長點也不關你的事 所以你說要帶他過來 極其量給面子派對 你可以做一些樣板案件出來 但實在兩地的經濟融通 香港和那邊沒有什麼先天性的融合 有關於國際金融的所謂契機 或者優勢 這件事 你有看國際金融的 就明白什麼 因為我們以前經常說 分亞洲這邊 香港的金融中心 新加坡金融中心 分工很清楚 香港對著北亞 就是中日韓 然後對著國際投資者 就是西方國家 新加坡一早已經是伊斯蘭金融 他的定位是東南亞、東盟 加上南亞和中東 所以當時我做上市包銷 說香港總部操盤 問題是經常要飛過新加坡總部 在新加坡總部那些銷售市 才有辦法跟他手上的客人聊天 他手上的客人 就是剛才你說的那些 現在是一帶一路的客人 一向都是他們做交易結算的 無緣無故會搬來香港 說不通的 這件事 可能會給面子的意思 例如沙特亞美 製造一間清新食品公司 接著撥回零頭 這些又做個樣子 就好像給了面子 這方面最多是 類似是這樣的 其量子虛 都說了 新加坡做伊斯蘭金融 做了幾十年 伊斯蘭銀行都有 你香港那些傢伙 現在連什麼 serial compliance 都不懂得看 你說鬼跟人欠生意 人家給面子 給到竹子 聰明你 都說人家大把錢 都不自在 就是買個朋友 都說了 他真真正已經是全球化 油價錢 七十年代 開始石油美元 已經全世界到處轉 他使你香港 幫他部署這件事 剛才說到新加坡 我記得不久以前 香港的財金官員 還很自豪地說 我們跟新加坡相比 他們的IPO 遠遠不及我們 所以遠遠不能出入香港 其實你怎樣分析他們 這句話呢 香港人還可以在哪裡看到新聞呢 眼見記者的流失 編制的減少 資深記者的離職 令到新聞資訊開始少了 即使留得低的資深記者 分析完單新聞 播出的時候 又怕又怕 所以在這裡 我懇請大家 支持我們 堅尼地球的製作團隊 簡單透過一個Like 和Subscribe 就可以知道最新的動向和資訊 如果大家行有餘力的朋友 也可以加入我們YouTube頻道 去收聽我們的 深度分析和專訪 謝謝大家 其實他們是傻的 指標是錯的 因為新加坡一直都知道這件事 他們都不想和香港爭 他們都沒有興趣和香港爭 因為香港是屬於中國的地方 親生兒子經常說這件事 所以他們經常說 如果中國企業去聯通全世界 去吸引國際資金的話 首選香港很正常 安全系數高 國家隊可以看著香港 一定會出事 新加坡是屬於另一個主權國家 你怎樣操作呢 沒有國企那邊說不出事 中國的國企在新加坡 沒有什麼影響 說完就這麼簡單 在這種情況下 你說他會不會優先 利用新加坡 或者想利用新加坡 解決了問題呢 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看看他 就算不是IPO 不是那種來跟你爭 有很多另類的產品 比香港爽快 比香港爽快 就是看他吸納的國際資金 在香港 十年前 差不多 他已經說了轉型 就是財富管理中心 是國際海外金融中心 是國際海外 說清楚這件事 所以發覺過去五至十年 有很多外地的房地產信託公司 很多國際的房地產信託公司 就算不是在新加坡營運 例如澳洲營運 或者是歐洲營運 都會把控股公司 搬到新加坡 在那裏上市來集資 他提供了稅務優惠 他又沒有外匯管制 即是稅務天堂 但是他的法制很健全 很合規很清廉 於是你發覺很多另類的產品 例如房地產信託 反而是新加坡 一定是絕對跑贏香港 所以他不是說所有產品要贏你 搞清楚市場定位 他不一定要所有產品贏你 他有幾種拳頭產品 即是火車頭 帶動力很強的產品 他領先了 基本上已經站在一個不會輸的地步 來跟你玩的 香港現在學不到這件事 香港現在在趕外資離開 你又如何吸引外資 做法行中心 所以基本上他本身的定位 跟香港很不同 他不需要 也不完全依賴中國的支持 跟中國友好是肯定的 問題是他已經在做世界的亞洲金融中心 定位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你不可能跟他直接競爭 但是香港的產品 不是直接比較的 另外這次的排名就是印度 印尼超越了香港 其實他們主要是做回自己的國內 還是都吸引到鄰近其他地區 慢慢國際化了呢 表面上是國內 但是有原因的 也是跟國際化有關的 不一定是一帶一路的錢 那就是看看印度才算 即是供應鏈的安全 撤退中國 去東南亞和印度 去東南亞和印度 哪裡受益 你猜到吧 為什麼忽然之間他們的資本市場 都會蓬勃起來呢 就是因為他們很多本土企業 或者本土和外資合作的企業 突然發展得很快 而且在在需要資金去配合增長 所以他不是有一個很真實的融資理由 他真的經濟實體大了 你多了外資去投資 多了生產 多了機會 在這個情況下 他的金融基建自然會配合增長 所以你會發現他的上市 雜資 活躍程度比香港 很自然的事 又是那句 國際資金流去哪裡 哪裡不是法 你問我 沒什麼懸念 所以印尼那方面 他是不是會吸引到伊斯蘭經濟的 正如未去到其他 例如阿布達比那邊 他就會過來這一邊 未必的 現在還是本土企業為主 外資投資 剛才說了 東南亞和中東的關係比香港更密切 但現在真正去買股票多 反而華爾街均大惡 比較多 因為他們所謂Emerging market的定義 即是新興經濟的定義 他們會受到一些風險 如果你說伊斯蘭金融吸金最勤力的 除了新加坡 反而是馬來西亞 還沒有輪到印尼 本土經濟已經夠大 甚至現在說到千刀 所以印尼本身經濟的需求也很大 資金需求也很大 未必一定要給你中東的錢 去幫你做什麼 不是那麼單對單 政策銜接面那麼簡單 而是說有很多 帶頭的大惡 永遠都是華爾街帶頭 所以Emerging market definition 已經改了 對於馬來西亞、新加坡、越南、印尼這些國家 他的可信程度是提高了 以外資投資來說 他們認為是值得投資 或者值得冒這個險 所以有很多風險資金轉了 就不再經香港工作 然後去了東南亞工作 這是很合理的發展 可見的將來 你會預計的平民都會越來越低 亦都會有什麼後勝的解決 沒有什麼懸念 都說了 你現在最慘就是趕客 香港的定位 就是中國的世界融資中心 什麼叫世界融資中心 就是外國勢力 你要跟外國勢力友好 外國勢力才來香港買中國的股票 如果你不是跟著這個股仔做事 那就是趕客 你只趕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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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什麼就增長 除非你換到別的客 剛才已經說了 有很多天生時辰發展是不合格的 天生時辰發展是不合格的 天生金融是不懂得做的 基本上我們經驗的專長 也不是中東南亞 也不可能吃別人的飯 在這個情況下 你唯有縮水 只是這麼簡單 俄羅斯行不行嗎? 俄羅斯現在全世界都在制裁 中國不制裁 你能夠做得到的事 其實有很多人在做 問題 無謂的 左人搶食 又不是犯法 最簡單的故事就是 真實的 聽到的兄弟不要來滅口 因為香港買賣黃金 是很自由的 俄羅斯不是自己賣黃金 總之有辦法合法地賣黃金給中國 而運來香港的金條 是中國出口的產品 你來到香港 你黃金也是驗你成色的 你出世子 不是信你把中國出世子 總之不是俄羅斯出世子 香港合法入口 合法買賣 我看著兄弟 一個月前 你送金條來很有趣 一個盒 兩個巴 每個巴一キロ 大約15萬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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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約100多萬美金 一個盒 一個膠盒 上個月看到他 桌面有幾個膠盒 靈靈聲聲擺在那裡 前兩天看到他的膠盒 他玩到什麼 他在桌面動到上天花板 一個月不夠 運金的膠盒 由桌面動到上天花板 合法的 合法的 你說跟俄羅斯有關嗎 誰知道 總之 香港是世界的黃金交易中心 你說有沒有另類生意可以做呢 其實有可能做得很火紅火綠的 合法的東西 無所謂 問題就是什麼時候變成不合法呢 大家也不知道 起碼不是做 起碼不是做 JPEG 去弊的東西 是騙人 實金來的 你沒得騙人 你說有沒有機會 其實機會有很多的 問題就是 香港是不是可以這麼快轉型 可以吸納到這些不同的機會 因為背後影響整個基建規張制度很多東西 你就想想 打金師傅也不夠 你收金實金是把鬼嗎 你怎麼賣 金倉也不夠 你怎麼賣 銀行不接細 實金存貨 很多這些基建的東西 就要做 如果你根本不是這樣的 所謂知識範圍 不是人才 說得難聽 如果你壓運公司也不夠 你運不了那麼多金 周街走 安全成問題 你怎麼搞這些生意 所以有很多 我們經常知道 所謂的平頸位 就是日積月類產生出來的東西 現在IPO不行 你iBank不行 你有沒有其他另類產品不行 你爆出了虛幣 然後變成騙案 你又如何收貨 你說web3.0 誰見報就拘捕誰了 我真的不知道可以怎麼搞 頭頭碰上黑 除非我還是相信自由經濟 你要交學費 你要摸著石頭過河 跌跌撞撞 這次你就很痛苦了 你是要完全不學習了幾十年的東西 老實 你首先不學習了幾十年的東西 重新再學習新的東西 然後跟別人爭 那個轉型會很痛苦 明白 下次有機會 真的想逐個案例 因為我平時 我真的挺興趣 看看這些什麼馬伊他 人家如何去找個出路 其實真的很有趣 有機會 你以後來學這些人 當然還有研究一下 這樣說來講 也有些啟發 現在是時候看看這些 就算是新加坡也沒有 我們下次有機會再談 OK OK 拜拜 好 好